法固如是名为清净范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刚刚讲的四圣体 这是佛教最重要的道理 再念一下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对 苦要知 生脑辨死这个痛苦的原理 你要确定知道 来 极要断 那这个苦的因 无名 贪爱 业障 你要断掉 来 灭要末 那这个灭苦的状态 你要羡慕 我一定要赶快达到解脱 来 道要修 这个灭苦之道 戒定会 六波罗密 各位要实修 好不好 要实修 特别我们大乘佛教讲自立利他 不但灭自己苦也灭众生苦 所以叫六波罗密 叫自立利他 念一下 以布施消灭迁滩 对啦 我们布施可以消灭 对金钱的执着 布施还可以解除对方 因为贪造的贫穷的恶业 解除他的痛苦 跟他结缘 第二 以持戒消除伤害 伤害叫毁犯 我们守戒律 自己绝经守戒律 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 不杀 念一下 不杀生 好不好 太好了 不偷盗 好不好 好 不邪淫 好不好 好 女人都说好 男人呢 没声音 男人 不邪淫 好不好 好 不要对不起老婆 以后这个不算 以后你女儿结婚 找到师父来跪着 发愿 不行 不要这样 对不对 黄金戒指算什么 对不对 戒律才重要 黄金戒指 叶大科 他骗你了 你早就给他骗到手了 所以持戒 就不要 因为你伤害到自己家庭 也会伤害到别人家庭 哪一天自己女儿被强暴了 哭死了 所以身体有三种 持戒 再念一次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进一步呢 多放生 多布施 修犯恨 犯恨就是 一个月最少六天 夫妻不要在一起睡觉 分房睡 好不好 习惯一个人睡觉 叫六灾日 佛陀规定了 六灾日 一个月六天睡四秒 你当作没有家的感觉 知道吗 因为你有这个家庭的感觉 太久了 突然老公老婆不回家睡觉 睡不着 寂寞 痛苦 看不到儿子 难过 那这个就代表你开始陷下去了 痛苦了 所以佛陀教你 六天 自由 独立的生活 犯恨 没有男女的性生活 所以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音 嘴巴也要羞 来 不妄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齐语 不妄语就不要骗人 不恶口就不要骂人 不两舌就不要批评别人 不齐语就不要讲 那些随便聊天应酬的话 要讲话就要讲利益对方的话 所以要讲真实语 柔软语 各位讲话柔不柔软 真的吗 要问你老婆 问你老婆 哦哦哦哦 这样 骂人 像我是台上讲话大声 台上没声音的 我不喜欢讲话 因为讲话讲话 别人叫我喝咖啡 喝咖啡聊是非 那什么意思呢 咖啡自己喝就好了 但是口业要守好 你口业不守好 没福报 念佛诵经 持咒大声一点 其他小声一点 所以不要伤害别人 第五条 不喝酒 不抽烟 不吸毒 基本要从不喝酒做起 这个就是持戒 你守戒律 不会伤害众生 不但不会伤害众生 还可以度众生 一个有道德的人 大家喜不喜欢他 喜欢 所以守戒就是道德的意思 这个人很道德 做生意很道德 做人很道德 大家都会喜欢接近他 还可以度众生 第三条 忍辱度称慧 不要生气 调查一下 脾气不好 爱生气的举手 举手 放下 真好 承担 承认 承认就要改 光举手就算了 你生气 漏财 爱生气的人漏财 长得丑 口财不好 人缘不好 死后下定 爱生气人 修人路不生气人 长得好看 口财好 人缘好 容易发财 死后到上帝的天 你要学哪一样 忍辱 特别行菩萨道 你不能生气 你一生气 人家就跑掉 你怎么度众生 所以各位要念一下 忍辱度称慧 对 要修忍辱 不要让自己生气 因为你生气 别人会更生气 对不对 你不但没办法消除别人生气 还让别人生气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特别各位结婚 老公 这样就好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去 OK 晚上等你 阿弥陀佛 你现在在哪 你现在在哪 这个很不好 全家气氛不好 对不对 结婚前像小鸟 现在如乌鸦一把 还老乌鸦 那海鸥叫好不好听 不好听 海鸥乌鸦 就是上辈子口叶造很多的 对不对 有贪污的是黑的 贪白钱的是白的 什么叫白钱 政府的钱 贪政府的做白色的 又白越黑了 两种都贪过 经典又说的 但是他们的口叶 咔咔咔咔咔 吃吃咔咔 都是那个嘴巴 所以各位生命有轮回的 你现在听到了 哎呦 赶快把贪的钱还掉就OK了 忏悔 再去布施 所以因为人每天都在生活 生活就会造业 善业或恶业而已 但是不要造恶业 所以前面这三条最重要 你要修道 一方面消除贪心伤害称慧 二方面又结善缘又修福报 所以念一下 布施消除千丹 持戒消除伤害 忍辱消除称慧 第四条呢 精进消除懈怠 好了 那你已经知道布施持戒忍辱很好 你就精进了 你不要光听光说不练 知道了就要做 这个部分在家出家了 对不对 这个跟出家在家有什么关系 所以精进消除懈怠 你一定要知道了 你要真实去做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回去 让你的家人觉得你焕然一新 好不好 脱胎晃骨 而且问你去哪里 我去参加海盗法师法会 他也会来参加了 太好了 改变了 佛法真好 对不对 去医院回来也会有用 何况你去寺庙回来都没用 就是你去寺庙回来要改变 所以像我很少回家 我一回家 我就像拉警报一样 从头看到脚 连眼睛 微笑我都准备好了 让我妈觉得 变了 怎么变那么好 所以我哥哥有一次跟我坐铜电梯 说老弟啊 你变了 我说变成很好 他以前不跟我讲话 现在连上我 他什么病都找我 我就努力 我哥哥得癌症的 在美国得癌症 我请他回台湾医的 结果又发作 又绑他 又发作 现在已经乖乖了 吃素欧蜜朵 他现在乖乖了 以前给他讲 对不对 吃肉跟癌症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他不懂这个关系 甚至我跟他讲怎么做 我点灯功啊 病有关系吗 他就觉得因为 因为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 是个脑筋第一名的人 这个脑筋第一名的麻烦啊 对不对 因为他执着他的知识 但是知识不是智慧 因为他是一个第一名的人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太荒诞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这个点灯我病会好 那就世界都没癌症了 有没有道理 我跟他说 问题是没几个相信 你吃素 点灯 我帮你做烟供 没有问题 你不要担心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就乖乖了 因为经过四次 四次都过关了 好在有这个和尚弟弟啊 所以还有一点用处啊 不然怎么办 他是我爸爸两年前 往生他才皈依的 为什么 我们住在纽约这个巴黎伦伯切 明天我要去 那巴黎伦伯切刚好在台湾 他妈妈也往生 我爸爸也往生 他也不能回西藏念 干脆替我爸爸念 很认真很认真 我哥哥二哥都给他感动 因为我爸爸脸像变得很庄严 很好看 往生 而且他往生前一点痛苦都没有 他不知道他自己 整个肚子都癌症 他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通通不知道 到了医院才知道 医生不敢讲 说他已经没办法 吃东西没办法大小便了 但我爸爸都不知道 他就说 那也没有柳橙枝啊 然后呢 就找别的大医院说准备开大刀 我就担心 爸爸八十九岁了 你还开大刀干嘛 那我就跟我大哥 我说大哥 我能不能自己发医院 求佛伯伤加持 让父亲没有痛苦的 找一点舍抱 不要开刀好不好 我大哥说好 因为他相信 然后他说好 然后我就跪在佛前发医院 因为那时候我不在台北 我是在高雄 所以我就这样发医院 发医院以后当天 我是早上发医院了 还是前天晚上 当天下午 我爸爸就说 医生说 还是给他开个小刀吧 让他大小便出来吧 然后你们再送到台北的大医院 结果开完小刀 我爸爸进去 我看我不行了 他掉了两颗眼泪 然后就开刀 开刀出来以后 他就还没有醒过来 但是那个脉搏乱掉 我大哥就打电话给我 怎么办 我说来电话给我 爸爸爸爸 没问题啦 我帮你做做做做做 做什么功德 然后他就恢复了 我跟我大哥说 不用送台北了 送我们宜兰道场 他住的地方 佛塔绕山圈 希望他安详往生 我已经发愿了 结果送回佛塔绕山圈 我再跟我爸爸讲电话 五分钟他就走了 所以各位 佛法好不好用 好 所以这样以后 我大哥也很有信心 他说这样 都没有痛苦啊 对啊 我说如果八十九岁 再开大刀 那全家就乱了 那我爸爸 如果他知道他得癌症 我看他更乱 因为他以前都吃海鲜 他喜欢吃海鲜 但是他至少 他在往生前十二年吃素 所以 虽然还是有癌细胞 但是他没有痛 没有痛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顺便把这个经历 交给各位 如果家里有人发 像我为什么出家 是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我妈妈得胆 还有胰障 来拓散 医生说这个 没有用 所以 我就发愿出家 这力量大不大 事实上我很想出家 只是讲不出口 对不对 因为不可能出家 做生意啊 有家庭 有小孩 但是我妈妈碰到这种状况 我就跪在那边发愿 结果有个发愿 过两三天 我妈妈就出院了 她说她不要待在那边了 太恐怖了 因为癌症医院太恐怖了 然后她就 到别的医院再检查一次 医生说 没事 这个是发炎 你看 不可思议吧 所以她就拉着我的手 儿子啊 你发什么医院要做 会 我一定做 那时候发什么医院 出家 哭啊哭啊 你为妈妈出家 你多痛苦 我说没有啊 妈妈 你表演一下 让我出家 谢谢你啊 不然我出不了家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放我出家 对不对 我本西方一纳子 为何生在富贵家 帝王家 如果说你穷啊 什么人家出家 那是你家的事 对不对 就是因为富贵 出家就很困 但是我妈妈 这样试贤一下 很好 所以我妈妈现在还活着 27年了 那我父亲这样无病往生 所以各位 修行重不重要 对别人有帮助 自己一点苦也没关系啊 对别人很好啊 所以各位叫精进 精进度懈怠 你真实去做 你就真实得到功德 所以我不太浪费时间 我也不喜欢讲那些五十三而已 有空就赶快回牧区 不然就屠宰场 对不对 不然去任何可以做修行的地方 站在楼上 楼上那么多人 也可以为他们念座啊 不要浪费生命 浪费生命是最可怜的 钱没有没关系 什么没有没关系 不要浪费修行的生命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精进 第五 禅定度散乱 那你已经知道了 不能贪嗔痴 不要伤害众生 你要控制好 这个叫禅定 禅定就是你控制你的心 不要让自己的心放逸散乱掉了 就像看电视的人 吸毒的人就是散乱 控制不了了 所以你打坐久了 你就可以戒毒 对不对 戒香烟 戒爱情 好不好 太好了 不谈恋爱 可以更快乐 对不对 世间人认为谈恋爱快乐 快乐还痛苦 你都知道 禅定就是你把持得住 没有断掉 但是你抓得住叫禅定 打坐也可以是禅定 超经典也是个禅定 念经也可以帮助禅定 所以各位要保持禅定的状态 就是心不乱 今天有人骂你 你不生气就是禅定 所以今天有人诱惑你 你就不会被诱惑 也叫禅定 对不对 就是你心控制得了 但是禅定还没有解脱 禅定的目的 是要让你有智慧 什么叫智慧 再讲一次 看清楚真相 万法皆空 一切都是假的 虚幻的 所以就不需要 为它起心动 也叫智慧解脱 这个叫第六来 般若度鱼吃 对 鱼吃就是执着 所以各位读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了 太好了都会背 但还没做到 你有智慧 你才可以照见五蕴皆空 什么叫五蕴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 色受想行事 肉体感受 对不对 感情思想行为意志 合起来的五堆垃圾 叫五蕴 这五蕴合起来叫我 请问到底哪里是我 离开这个色受想行事 有我这个东西存在吗 没有 而且这个色受想行事 都是组合变化的 对不对 各位很爱生气 来生气拿给我看一下 生气在哪里 没有啊 生气是要有人骂你 你才会生气 这个叫缘起法 欲望在哪里 有人勾引你 你才会有欲望 对不对 它只是一个境界 引起注意 就像这样风一吹 它才会动 而不是本身它会动 所以根本没有一个 真的我在生气 我在爱 我在恨 那你要去分析它 根本没有 无印都是无自信的 空的 所以哪有我在痛 今天你把我手给斩了 这是手在痛 不是我在痛 我的内心里面 要知道这个 所以佛陀被挖眼睛 挖耳朵 有没有痛 他想的是 虽然身体痛 但我要度这个杀我的人 他想的就是 因为他安住空性 身体有感受 心里没感受 但是他唯一的心 诸佛无心 我也爱物为心 虽然被砍 但他想的是 我如何帮你 我如何度你 所以金刚间里面 忍入仙人被砍的时候 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 各位回去看看 我们的血是红色还是白色 为什么是白色 没有称慧心的人的血是白色的 断除 各位有没有血型 有血型就代表还有欲望 没有欲望的人 没有血型 医生查了老半天 到底哪一行 没有个性 没有血型 你还在那边 O啊B啊A啊B啊 所以因为你有贪欲 有称慧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修的 我们修行要知道 对自己的本质怎么修 所以你千万不要故意要满足你的欲望 故意要表达你的称慧 故意要去移吃 那你不是笨蛋吗 因为贪嗔吃三毒 是生命痛苦的根源 那贪嗔吃三毒 就是我质 这个生命的罪恶 显现出来的烦恼 那这个东西要消灭掉 那消灭掉 那各位就要自立立他 所以刚刚念了 六度波罗蜜 度 就是超度自己的超度众生 自立立他 在小乘佛教 是不用修波罗蜜 他只要界定会消灭贪神吃 像南传佛教 缅甸泰国打坐 对不对 修苦行 没有贪神吃 正阿罗汉解脱了 那大乘不一样 大乘是什么 所有众生都解脱 活乃解脱 所以说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没有众生 那怎么有我存在 所以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 所以各位要发这个真的愿 大家去帮助众生好不好 但是你要帮助众生 你要减低自己的问题 海涛法师很贪财又好色 帮帮帮帮的完蛋 那我走到哪里不完了吗 所以我师父叫我流浪 流浪滚石不生态 到哪里没有了 佛法讲完了 全部说完了 没有了 也不想要抓走什么 每次信徒问我 师父明年再来吗 明年来你在吗 不是啊 我在 谁保证 但是人种人喜欢说 你在来吗 我说不一定 搞不好我死了 搞不好你先死 但是我俩没有明天 今天就要解脱 就要决定好方向 不要流连忘返 对不对 情思未断 执着你就苦了 所以各位今天 我们听佛法你要思维 所以你的痛苦是谁造成的 再讲一次 痛苦谁造成的 所以要自己救自己 老公你没回来没关系 我正在克制自己 接受你的变化 接受你的无常 离不离婚那只是一张纸而已 你要有这个准备 这个就是空性 你就不会吵架 佛教不是叫你离婚 是你内心里面 无所求的时候 婚姻就是快乐 你对金钱无所执着的时候 有钱是快乐 不是不要钱 是做金钱的主人 怎么去使用金钱 而不能把金钱 成为你生命的压力 变成金钱的奴隶 变成感情的奴隶 痛不痛苦啊 痛苦 变成肉体的奴隶 感官的奴隶 痛苦啊 男人好色 赶快坐在街上 看美女 啊 女人 女人好嘴巴 噩噩噩噩噩噩噩 所以有一个法师说 男人死的眼睛先烂 女人死的嘴巴先烂 我说现在不一定 两个都烂 对吧 又爱看又爱骂 所以各位这一点 想清楚 所以你现在听说了 你要想 闻思修 听了 好好想 一直想 一直回光返照 反省 对对对 叫修 对吧 如果你光听 讲得不错 跟你没关系 我讲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释迦牟尼佛讲了 是他成佛了 又不是你成佛 你不要以为 看了佛经 你就成佛了 佛只是给你一个地图 方向 但是 你也讲 解脱靠自己 解脱靠自己 佛无法替你修行 对 佛可以叫你 不要生气吗 如果会我就跟你 就没办法 修行靠自己 那佛加持我们 加持 你要修行 就像妈妈 今天你要去读 读书 很会读书 爸爸妈妈给你钱 给你一切方便 但是读书还是靠你自己 对不对 爸爸妈妈一个月 给你五百万 一年给你一千万 让你好好地买一步 买房子 交车 好好去读哈佛 但是爸爸妈妈 没办法帮你读书的 但是佛是说 他可以加持你 让你修行有助缘 但是解脱靠自己 所以你要成佛 也靠自己 这个叫精进 所以我们今天把佛法的重点 讲完了 他们有没有超度 为他们 但是我们听闻的人去实践 那才是超度的力量 要法力不实义 超度不是说 师父你帮我念念 然后我光放射 那个都是助缘 最大的力量是法的力量 我们法福利心 我们真的在实修空性 这个力量大不大 大 然后你的癌细胞 突然不见了 你的腰酸背痛 突然好了 要知道 法力不实义 所以我有一次 喉咙一点声音都没有 跟早上一样 我很久没有这样了 今天在这边 突然早上没声音 卡住了 我用力讲 为什么 因为那碗饭菜都没拿去 等我们快到十二点 拿去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 刚一来先坐好再来讲 早上想说先讲一讲再来 来不及了 哪知道各位的法力不可思议 哇你们写的牌位还真管用 想必你们的祖先都没吃饱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你们平常没有在拜 所以有些人说移民到国外 反正都放家乡 不行 我告诉各位 从今天开始在你家 随便拿一个黄牌位都可以 姓陈 陈是以代祖先 七世父母 就给人家贴在佛堂旁边或柜子 每天供水 好不好 或是一点点饭 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不然的话一般传统的家庭都有祖先 对不对 但是各位移民出来都没有了 所以我问一下 现在在你家有祖先牌位的 举手 十个其他没有 你们害我了 所以一定要有 跟你儿子说 结婚了也要有 对不对 像我们家都是这样 台湾人你要结婚了 他就叫你从家里的祖先挥抓一把 然后牌位重新抄一份带走 因为你独立了 那你要拜祖先 那做女孩子也要 你也要拜你自己娘家的父母祖先 你自己怎么办 一张牌位就 不是说要弄得很漂亮 就一张纸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为了放久一点 你给他护背一下 然后你给他买个香炉 每天要供香供水 但是供香供水 怎么样让他有功德 先拜佛 以拜佛供香供水回向给他 因为佛的力量 这样最有用 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 假设是 这边是佛像 这边是祖先 对不对 那佛像比较大 然后呢 祖先比较小 佛像这样 那祖先就矮个五公分 那个炉 然后拜拜的时候 供花顺 供水果 先供佛 也供一点祖先 这供丸还不够 土地宫地基组也要拜拜 这个还不够 门口还要插一只香 这个给人一些孤魂野鬼众生 那这样祖先的力量大 因为你慈悲 就像你去放生 你放生能不能超度父母祖先 就像去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 所以从自己的祖先到众生的祖先 都是把它平行 平等 这个叫什么 来 平等大悲心 对对对 你对自己跟对别人都一样平等 那你有这个平等心就最容易超度了 所以我昨天替各位在那边保背 你可以自己觉得说 你要确定你的父母祖先 妻子父母有没有超度 你要确定你的堕胎胎儿有没有超度 那这个一定要 你不能说 有 我有在念 但是他没吃到 他搞不好病得要死 所以要给他药 给他食物 给他功德 所以你除了私食 如果真的没超度 那我发愿为他念七遍或三遍地藏经 可不可以 可以就好了 你赶快念 然后回向给父母祖先 你的父母祖先 妻子父母超度了 你会觉得 你好像没体重一样 做什么事情都很轻松 睡觉 做什么事情都没障碍 奇怪 如果你父母祖先 燕金在准备超度 做什么都有障碍 打坐也不行 念经也不行 连看佛经都看错 明明这个法门队 这个邪教你会进这个 你进不了这边了 因为你有业障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间 这么多人都跑到错误的道场去 对不对 错误的 错误的人几万人 为什么 都没有消业障 都没有消业障 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只能走邪门 因为业障 所以我说佛教一定要忏悔业障 要修功德 福报大的人才碰得到大宝法王 对不对 连大宝法王也有两个呢 你不要走错边 对不对 那有些人已经参加大宝法会的时候 还打瞌睡呢 听不懂 参加等于没参加浪费机票 为什么 业障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要虔诚 虔诚忏悔 又累积功德 这个叫什么 来 净障累资 所以是佛陀从发菩利心 到最后臣佛 中间的过程就是 净除障碍 累积之良 所以净除障碍 各位要忏悔 要消灭贪嗔痴 要消灭恶业 那累积之良呢 就广结善缘 布施慈戒这些 所以波罗蜜就是净障累资的意思 普贤十大愿 离敬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贡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这个都要去做 所以各位呢 只要是正法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多看佛经 依教奉行 那就不容易错 如果道听徒说 那个法师说 那个老师说 听回来以后不知道听哪一个 大房子小房子 不知道在搞哪一个 那错误了 因为经典说的 你去做不会错 佛不会骗你 再来 也不要去追求神通 问问什么事情 你还不如拔杯 对不对 我昨天叫各位 你要是没有 你就用两个一块钱的 对不对 一正一反 直接问你的佛 比较快 问你的宽阴菩萨 不要去问那些 不要好奇 今天有人拿个传单 看什么可以医病 就跑去了 被害了 乱七八糟 听佛法 这个法师或老师 没有正知正见发菩提心 千万不要听 这本书 如果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一个法师 印证过 千万不要看 记住我 我已经讲完了 现在的麻烦 乱听乱看 思想复杂 对错分不了 业障又重 那这个叫末法 末法的时候 邪师当道 特别纽约 兵家必争之地 什么都要来 真正要修行 会跑到纽约来吗 你们跑到纽约 是为修行来吗 博士 但是 有人 菩萨就要慈悲 但是 不要被利用 所以你去听法 你要看 对方的动机 对不对 是为了佛法 而且你要探听一下 最好做梦 你明天要去听法 今天晚上 护法神 我明天要听法 如果不要去 就做噩梦 很准的 如果要去 就做好梦 好 一觉睡到天亮 然后睡醒 这个可以去了 护法神很保护的 像日本人不是光护法神 拜祖先 叫祖先灵 祖先啊 我明天要去听海道法师说法 可不可以去啊 半夜拉肚子 那就不要来了 因为有护法神的 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 而不是说 又有法会 又去了 法是真理 是慈悲 离开真理 慈悲 不要参加 没有把握了 千万不要 你要很确定确定 这是正知正见 不然你听了 你还被伤害 你本来在阿弥陀佛 还念得还不错 不能念 晚上不要念 你本来在送地藏经 送得很好 晚上不要念 念得有鬼 不要念地藏经 太阳大才念 地藏菩萨明明 没有怎么说呢 那个人乱说 所以各位 这个世间末法 叫邪师当道 邪师 爱浅 好色 之间有问题 那你们千万不要 搞不好这个也是 但是各位 但是至少我们今天 没有贪财好色 一律慈悲 免费 那有道理 如果讲到老半天 又是要讲钱 那太麻烦了 又啰嗦了 修行不能有压力 所以我想在 排位是个方便 而不是个金钱 要解吗 写排位 大张的大钱 小张的小钱 那就不用了 我干脆用钞票 做功德去的 所以在这一点 动机如果不正确 那意义就没有了 所以学佛的动机 你要问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学佛 因为我要解脱 那可以 第二个 我要成佛 那要慈悲 但是你要成佛 一定要有解脱 做基本 但是解脱跟成佛 的基本是什么 就是 你要相信因果 持戒不食 这基本要做好 你不孝顺父母 可以解脱吗 你不帮助穷人 可以解脱吗 这个没意义嘛 所以你在这个人间 不要伤害众生 孝顺父母帮助别人 这个叫持戒不食 人天福报 在佛教里面 这个是修行的根本 也叫下士 世间福报 所以阿弥陀佛教 我们怎么做 可以有世间福报 你讲 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身 修食善业 这个你就有世间的福报 你往生净土 也可以得到 下品往生 那如果进一步呢 你要更高层次呢 叫中士道 那你要念一下 皈依三宝 俱足威夷 叫受持三皈依 俱足威夷 不犯戒律 所以俱足戒律 不犯威夷 所以那你就要发心归三宝 持戒 所以戒有 前面讲的是五戒 十善业 中间讲的是八关才戒 有没有受过八关才戒 太好了 那你受过八关才戒 你要一个月多受几天 受八关才戒 标准怎么受呢 各位早上睡醒 太阳还没出来 就要念好 十分钟 二十分钟念好 因为太阳还没出来 然后呢 这样那个时候受戒 这叫布萨 然后到隔天上午 太阳出来之前 满二十四个钟头 对不对 自动舍戒 那如果你有参加过 正式的八关才戒一次 那以后 你在家里都可以自守 标准是要守六灾日 都要受戒 佛福萨的圣诞日 家里有人生病 有人往生 那你就要受八戒 受八关才戒 不可思议 这一辈子 受一天的八关才戒 来世七世 做皇帝 七世生天 如果你以解脱的心 受六十小戒 不堕落地域轨道出生道 享受富贵 如果你以菩提心 为众生受两百万劫富贵 哇 一天 代表好几辈子的 哦 滑得来哦 像我一知道 所以我受了一年八关才戒 再来出家了 哇哇哇 随喜随喜 对不对 你随喜功德变你的 我也没有少掉 那是各位呢 八关才戒功德太大 所以释迦摩尼佛说 有一百个人眼睛 你当场要被挖掉 那你去救他 哦 这个很慈悲 那还不如守八关才戒一天功德 还有一个更重要 你曾经堕胎三个小孩子 你只要守三次的八关才戒 三个就超度 三个杀业就消除 这个一定要由佛经这么说的 所以如果 哦 妈妈堕胎两个小孩子 那等于你兄弟姐妹 那你要多受两天 那你有发育人就好 所以各位你要超度多胎胎的 你除了念经 你要说 那我要守三天八关才戒 初一十五 对不对 假一天 回向给你 那就OK了 因为持戒的功德 所以我们中国人 父母往生都要披麻戴孝 就是守八关才戒 披麻戴孝就是做出家人的意思 穿草鞋 戴草帽 睡草席 对不对 不吃肉 这样念佛 这个守八戒 只是现在人不知道 那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你有海青 你就不用披麻戴孝 就穿那一件就好了 然后那边念佛 吃素 守八条戒律 所以 懂八关才戒的人 可以告诉不懂的人 他也可以得戒 如果没有出家人 你已经受过了 你把这个方法告诉他 哪八条呢 念一下 八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就那一天夫妻不能一起睡觉 一天而已 不妄于 不喝酒 不化妆 那一天不用擦香水 化妆 再来 不睡卧高广大床 就那一天不能睡夫妻床 大的 不歌舞唱机 顾往观听 那一天不能唱歌跳舞 看电视节目 看佛经的可以 第八 过午不时 就是中午吃完 晚上不能吃 这很简单 那因为中午 除了吃素 就是中午吃完 晚上不能吃 只能喝水 或加糖的水 到隔天 但是不化妆 那一天也不能洗 什么美发精 什么肥皂 都不行 那各位今天听我这样讲 那就算你将来可以自己受戒了 因为你懂了 那这一本里面也有受八观在戒的 短短的遗轨 那受八观在戒除了这八条 那你要保持正念 叫六念法 这并不是受八观在戒才保持的 平常也应该 念一下 念佛 念法 念身 你要意念三宝的功德 念佛的形象 念佛的慈悲 念法 就是经典的意义 空性 念身 噢 噢 噢 干嘛吧 念那些主师大德 念观音菩萨 第四 念天 长寿安乐 因为你皈依受戒 至少升天 长寿安乐 但是我们大臣不是念天 念净土 一日一夜受八观在戒 中品终身西方极德世界 一天 你这辈子只要挪出一天 受八观在戒 回向极乐世界 往生必定中品终身极乐世界 好不好 太容易了 你这辈子又有受五戒 那就中品上升极乐世界 你这辈子发不离心在吃素了 就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容易不容易 听闻佛法真好 可惜外面都不知道 那是各位你要传播 八观在戒的功德 第五 念戒 清净身心 所以我们要念得我们所受的戒律 让我们身心修业这样进化 第六 念布施 普济贫穷 受八观在戒那一天 早上念经受戒 下午去老人院 孤儿院 去河边 施死 去浮沐区 好不好 我一直强调浮沐区 拜托各位替海涛法师去 好不好 那些兄弟在等我 你们代表 去那边撒一点米 饼干 撒一点水 念个翁 他们谢谢 因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子孙会拜拜 外国人没人拜 放一朵假花放一年 没水喝 所以我去那边就把水打开 打开就放一个红木 跟你做代表布施给大家放你这边 那他们就喝得到水 不然他们做恶鬼道 一百七十万年没水喝 想要喝水就吐火 可怜 所以各位光水就可以 或是他们刚好出太阳在淋水 你就开咽喉之后干入水 把那个水转为干入 简不简单 要不要做 不做会怎么样 发个愿 肚子痛 睡不着 你就赶快去做吧 因为发愿就要去做吧 因为利益众生的事情 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那你会发觉 哇 事情好顺啊 哇 赚钱很顺啊 因为你就会巨足世间福报 你想想看 这些可怜的众生 你布施给他 他会不会谢谢你 如果你又跟他念佛 他升天了 会不会帮助你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从小都别人在帮我 都护法神 所以我这个人福报 打得不得了 我从来很少去考虑到 我需要什么 没有 都是别人需要什么 因为这自然的原理 我跑遍 老师讲 我跑遍世界各地 都有人在帮忙 连跑去浮沫有人在帮忙 该关了不关 等我走后再来关 你会觉得说 我不可思议啊 因为护法神会不会拥护你啊 隆天护法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得到护法神 是因为护法神啊 大家一起做善事 对不对 护法神也要成佛嘛 我们要带着护法神一起做善事 如果你今天很慈悲 要帮助大家去放生 大家相信你会不会把钱交给你 你一个人放生十块 大家放生变一万块 多好啊 问题是你要被相信 对不对 所以慈戒的人有福报 慈悲的人更有福报 所以各位为了要帮助众生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如此 所以八观灾戒 各位都懂了 以后初一十五啊 或是你觉得 标准是六灾日 初八 十四十五 二十三 月底的两天都要受戒 因为这六天玉皇大帝 天神到人间来调查 如果你做善事 他就护持你 如果你做坏事 魔就干扰你 所以古时候 这六天没有人敢出门 因为魔到人间来抓人 那释迦牟尼佛 他很方便了 佛法是很方便的 那很多人说 所以八观灾戒不是佛教 讲座的佛法就是 你脑袋有问题 佛法就是利用 世间所有的方法来转为佛法 所以佛陀就利用这六天 转为一个 不但能够让魔超度 可以让你升天 让天神欢喜的 八观灾戒 这样了解吗 所以有一点我必须告诉 很多人说 佛陀的时代才是佛教 佛陀末法以后不是佛教 讲这个话就 他思想上没有打开 断章取 佛法是永恒的 佛陀的生命是永恒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时代才有佛法 每一个佛都视线在人间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一直在传播佛法 就像太阳永远在 真理是永恒的 所以并不是说 佛陀 释迦牟尼佛讲的才是佛法 佛陀不会这样说 佛陀要有你 你要有空性缘起的观念 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 所以佛怎么看你也怎么看 你就看到真理了 佛不是一个创造者 他只是一个觉悟了解人 那你了解你也成佛 所以各位 你的本性是不是佛 大家都知道 各个众生皆有佛性 你用佛的这种心态 去看世界你就找到真理 那你就不会被迷惘了 不然我们过去以为爱情 金钱漂亮 那是快乐 那是快乐还痛苦啊 你要念一百遍回去抄 因为这痛苦痛苦 回去还是照shopping 等一下出去就忘了 你要抄 像小朋友一样 不要迟到超一百遍这样 像我以前被罚一千次 我们走大殿 我们走大殿 中间进来 靠右边要举右脚 靠左边要举左脚 我们真华长老师修高禅定的 他看到你到右边举左脚 海涛 走一千遍 我在那边走一天 永远我都记住了 你不这样怎么修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一天念一万遍 还不见得往生净土 对不对 你要念到你每个念头都很清净 都跟佛合为一体 所以要念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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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念阿弥陀佛 就要让你保持心如莲花的智慧 慈悲于智慧 你念一遍不可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经常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想到众生苦又不执着 对不对 因为我在吹求慈悲与智慧 阿弥陀佛 就是转化 转化我们的烦恼 不清净为清净 叫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就是称恨自私 执着 要把称恨自私转为慈悲 要把执着转为智慧 辀佛 辀佛 达到智力利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不懂了这个意思 你干脆念 我要转化烦恼为慈悲与智慧 愿当众生皆论 你要多念几遍再念 阿弥陀佛 因为你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念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世间是假的 是苦的 是轮回 唯有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正的解脱乃至成佛 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嘴巴南无阿弥陀佛 又在拿传戒你还念 那代表说你把佛教当消遣 大宝法王说的叫按摩 身体酸性 心灵按摩一下 心灵按摩一下 你不是真的想要解脱 意义就不大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在那深光之时天空中 圆满之灰金乱锁放光 消除一切众生 全顶原垣与美安 余子在佛苗也 我听力 オマラバッツァナディ オマラバッツァナディ 从现在起指指正菩提 除您之外我无求护住 明夜里孤乱生何道 世难之中救我万处是 オマラバッツァナデ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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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鼎位于五台山的塔怀中心 丁就封封顶 海拔约一千八百公尺高 根据满足语的说法 菩萨鼎是指文殊菩萨所居住的地方 又名真荣怨和大文殊寺 世界各地的信众们不辞千里而来 亲自持相祈愿 不论是为了求智慧 还是求名利 求姻缘 都是潮山悠久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菩萨鼎的建筑绚业多彩 精笔辉煌 望远望去 龙氏图腾以及雕龙的碑纹十分醒目 是历代朝拜五台山的行宫 康喜皇帝就来菩萨鼎朝拜过五次 菩萨鼎山门外的临峰圣景 文书殿前的五台圣景 都是康喜皇的语书 而乾隆皇帝更来过六次 东禅院的两座司灵碑 上面用汉满蒙葬四种文字 刻写的碑纹 穿行于此 犹如走进时空隧道 怀骨之情 悠然而生 佛教徒朝山拜佛 最恭敬圆满的巡礼 常以三步以跪拜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忏悔与感恩之心 所谓念佛一生福增无量 礼佛一拜 遂灭沙盒 每一身佛号都在呼唤着自己 和大众的清净自省 每一步履都向菩提之路 勇猛外景 而每一次浮身礼拜 更是放下执着的表法 殿堂的佛像庄严肃末 建筑有山门 天王殿 大雄宝殿和文书殿等 信众们借由瞻仰佛像 体验圣机而忏悔自己 无始节以来 深重的烦恼习气 发起无伤道心 画面中 法师们带领到天堂 穿廊大悲咒文的黑牌前 朗生为友情大众们 颂持着大悲咒 犹如实践 观世音菩萨所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恭敬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文书殿 则是典型的宫殿建筑物 所供奉的文书像 特别深懂不过 投取旁观式 腰取扭动式 法取散批式 并且深挂阴落 有着鲜明的藏船色彩 镜头前 这块特别被钢条保护着的丹壁石 常年来被滴成一坑一坑的缝窝状 相传是至水长流 永扫与美的说法 更是文书菩萨显灵的神迹 我们想要学佛有成 是不是也该学习 滴水穿石的毅力与精神呢 正因为佛法需从功尽心中求 发心草山礼佛 更是法缘殊胜之事 必定有诸佛菩萨 与隆天护法的加持 华严金曾说 明受地狱苦 但得文佛名 文佛名功德尚且不可思议 何况能至心称念 虔诚礼拜 但愿我们成佛的慈光佳辟 上通佛心 下通幽明 以利己利之心 供养法界诸佛 增福